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有三位男游客在日出前还大玩猜拳游戏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元旦和欢山气温是零下二度到四度 游客不为寒风刺骨玩游戏 猜输就脱衣服 气氛超级嗨 有的游客能顺利抵达湖岭 而无法抵达的退而求其次 到游风停车场景观平台迎接日出 车流涌入和欢山公路 从元旦的凌晨三点到五点最塞 到了九点多 警方才消化完车流和人潮 虽然这波寒流未让高山降雪 但好天气却让游客迎接到新年曙光 三星无空与潘里面南投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